你好欢迎收看6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10号花莲疫情记者会新增确诊1063例 由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 教育处长翁书敏列席 同时宣导民众在防疫筛检 可以善加利用慈悸医疗中心的多功能筛检站 提供民众一站式服务 从筛检到拿药都可以迅速解决 呼吁伤心可以多加利用 10号花莲疫情记者会新增确诊1063例 记者会中卫生局长朱家祥同时宣导民众在防疫筛检 可以善加利用慈悸医疗中心的一站式多功能筛检站 提供民众一站式的服务 从筛检到拿药都可以迅速解决 也请家长可以自63家药局领取免费的儿童快筛检 在直居院中山路旁边的 这个一站式的服务的多功能新冠筛检站 这个在那边服务 那六日的话呢 他们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 所以明后天都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 那从下礼拜一开始呢 那缩短他们的服务时间 那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这个正常上班时间 他服务的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半 零五计的加用快筛四计的部分 那经过昨天我们努力的这个推播 那昨天一整天只有412个人 去我们的社区药局去领取 那使得我们现在目前 这个一万六千两百六十三个孩子 可以领取的快筛四计是领取了五千四百九十九份 占了33.82% 所以仍然还有将近一万多份还没有去领取 所以希望我们家里面有零到六岁的小孩 也就是你的小孩的出生日是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 都可以拿到健保卡到我们的社区药局去领取免费的快筛四计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